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谭计华的外贸公司业绩一落千丈 年销售额从3000万美元跌到300万美元 他依然带领公司走上跨境电商之路 利润率从5%提高到50% 如今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他自创的耳机品牌塞尔贝尔销往全球 严销售额再创辉煌超过5000万美元 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刚刚成立了多久的话 年龄流水的话也差不多有两三千万 但是2008年的时候 今年应该是直线下降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已经跌了两三百万的 一天可以说一个月出两个货贵 现在说肯定三个月四个月出一个货贵 可是还可以被人去拼贵 现在应该是传统贸易就是维修的很厉害 2008年那时到了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改变这种现实 不要去做传统贸易了 因为我每天去接单 单单率比较少 我说我来做现实 他们说那我行我就离职 好像我一剩下最重 剩下两个人到三个人去 这是现在不行的 每天要带人往上去 每天敲键盘的话 这样他就不习惯 以前的订单时我们说一下子是几百美金 现在说几千几千或者几百美金 但是每个小时有 现在很平坦的 硬性的方便模式 完全改变了 我必须说要把你的服务 跟后面做得很好 因为在网络上面新闻是可以看到的 他的时候新闻不好的 就会的时候还不会加弹 那你说电商的话 我就觉得就说 那我们就把中间的环境机会上砍了 砍了很多 这样我们就说对工厂 对消费者之间 都会是一个很好良好的沟通这样吧 就像一对一的去沟通这样的 不管说利润方面的话 这个肯定是最常提倡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一个毛链 我在互联网展示的时候 他并不是跟这个商家看的 我是跟那个所有的用户看的 我并不说这个产品我要多少订单的回报 我肯定说我还要跟他送小礼品 比如说你要帮我提一些 我这个产品哪些有些缺点 或者我要怎么改 你们觉得 消费者用起来更炫 或者更帅的感觉 更好实用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品牌之前 做过了一个民伏标策 在中国的话就说 二级行业的话 其实中段行业是比较多的长篇了 但是就说它真正高端了 没有一个真正的品牌场 在那里做品牌之前也感觉心里是挣扎很久 都不知道这个品牌经历过这个路 要走多久 就把他放走这个声音来看 这种概念不出 我不要是一个产品的 连强了都是 我打工财子订单 他来中国了 已经来到中国的华盛门市找到区别了 都不是如他想象的 当时是挂了一个我们自己产品上面区别 但是开始来试试着他们的心态 但是我跟他谈的时候聊了 聊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我们这个地理念是什么 我们的长篇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 他没有办法展开 我愿意去尝试新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开始做品牌 为什么一次以第一件事 可以选择外谋平台 来帮我们去团 如果没有那个呆黄的话 我还在做传统 然后我们在帮我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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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我们就会 俄罗斯 巴西地区一间的朋友 三十五年 我们就把它带回上市 或者什么的 或者把它带着一个真正的 如果我给大家帮他们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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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